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这里是深夜读书,每晚陪伴你 最近,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 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救援人员已达2亿 较2020年增加近三倍 这个时代,遍地是机会,就业选择也越来越丰富 只要你能不断提升自己,不让自己贬值 便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拥有安身立命的根本 就像伯恩崔熙曾在《让自己更值钱》一书中说的那样 如果你没有通过持续更新和提升自己的技能 那么你的能力就会自动贬值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今天,易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人越来越值钱的四种能力 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拥有下面这四种能力 让自己越活越值钱 深耕能力 很赞同一句话 一个人围着一件事转,最后全世界都可能围着你转 一个人围着全世界转,最后全世界都抛弃你 57岁那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而这一年,距离他开始写作,已经过了整整31年 那一年,他风光无限,许多读者比莫言还着急 希望他尽快出新作品 然而,莫言却沉寂了长达八年的时间 八年后,他写新作《晚熟的人》重回读者视线 解释说,这八年我一直在努力,在为创作而做准备 而这八年的成果,都在这部新的作品当中 有位作家说 大师都是很笨的人,只有很笨的人才肯下苦工 才会坚持不懈,登上顶峰 才会十年磨一剑,一剑好江湖 欲当大事,必当赌食 人要想活得有价值 首先要学会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 以一颗匠心,踏实,深耕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也没有横空出世的高手 每一种成功的背后,必须都有一个笨人在苦苦地熬 书籍《明朝那些事》出版后 随之掀起了一股明朝历史热 一度成为当时网络的置顶话题 作家当年明月也红遍了大江南北 但少有人知道,她的成功 经历了15年的文火慢熬 当年明月,从5岁开始便每日坚持读书2小时 11岁时就把上下5000年读了7遍 11岁后开始翻阅24史 资政通鉴 明时录,轻时录 经年累月,她看了6000多万字的史料 最终才熬得名声大噪 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读书并不难 但每天都规划时间读书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普通人追求舒适 高手却在下笨功夫 正如朱熙所说 欲当大事,须是笃实 只要你学会静下心来 在自己的领域里踏实深耕 哪怕你只干一件事 也胜过于你干一堆平庸的事 反思能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英国自行车队的故事 2003年3月 英国自行车队是历史上最失败的车队 因为在过往的110年里 英国车队没有在环法拿过一块奖牌 业绩烂到制造商都不愿意出售自行车给他们 怕给自己的品牌蒙羞 但在2002年至2017年的10年时间里 他们共斩获了178次世界锦标赛冠军 66枚奥运会或残奥会金牌 并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连获5次胜利 关键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 大夫被聘请担任 绩效总监 他上任后没有换掉任何一个队员 而是通过不断观察 总结 反思 发现光是骑行环节就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他重新设计了自行车座 使其更舒适 试着用酒精擦轮胎 以获得更好的抓地力 给每个队员配备专门的枕头和床垫 让他们在出差的酒店里快速入睡 甚至把卡车内涂抹成白色 说是便于发现灰尘 这些灰尘会降低调教过的自行车性能 小小细节的反思引来了巨大的改变 仅仅五年后 大夫就将这支车队送上了赛场的神坛 瑞达利欧在《原则》这本书中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成长公式 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 反思是一种能力 一个有效的反思 往往具有四两薄千斤的力量 一个善于反思的人 身上有一种成长性 他们常自省 勤反思 反能打破旧思维 推动自己向前走 人生就像登山 每上一集台阶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如若被一时的风光迷住了眼 停留在原地 就难以看到更高更广的天地 白岩松在三十岁之前 尝试了记者 编辑 策划 主持人等各种挑战 一些重要晚会 重大活动 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但是这个时候 他开始困惑起来 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 于是 他停了自己所有的节目 辞去了三个栏目制作人的工作 一年没有出镜 当时有人劝他 说主持人这一行 你只要半年不出镜 就没人记住你了 但白岩松 依旧坚持自己的决定 在停掉节目的一整年的时间里 他想清楚了 自己真正想做的是新闻 于是 他开始研发新的节目形式 一年以后 打造出新闻一加一 时空连线 新闻会客厅等经典新闻节目 曾经的辉煌不舍弃 便难以铸造新的成功 读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创业失败了 却并不服气 把原因都归结于时代和大环境 后来 他从朋友处听说 寺庙里有位得道老禅师 就前去拜访 先是老禅师的徒弟接待了他 但他却态度傲慢 心想 一个小和尚哪有资格接待我 后来老禅师十分恭敬地接待了他 给他沏茶时 明明杯子已经满了 老禅师还在不停地道 他不解地问 大师 为什么杯子已经满了 还要往里倒 大师说 是啊 已经装满了水的杯子 怎么可能继续装水呢 这个人听了 顿时恍然大悟 老禅师在告诫他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保持空杯心态 空杯心态 就是要清空自己 不执着于过去 让过去清零 才能拥有 再造未来的能力 罗曼罗兰说 成年人慢慢被时代淘汰的最大原因 不是年龄的增长 而是学习热忱的减退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 要想与时俱进 持续创新 就要有定时清零的能力 保持空杯心态 不困于过去 刷新自己 重塑自我 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真正的智者 都懂得在过去的成就上 按下归零键 重新出发 走得更远 保持能力 知乎上曾有一个提问 什么能力很重要 但许多人没有 有人回答说 保持的能力 年岁渐长不可怕 时代变化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 辛辛苦苦几十年 自身的价值被一点点损耗 唯有拥有自己的保值力 岁月才不会让你贬值 知名咨询师刘润 一个从数学系走出来的商业奇才 一开始 他连当众讲话都脸红 如今 已经蜕变成为一个演讲大咖 曾有人问他 是什么让你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他回答说 在每一件事情上 我都会做到 榨干我所能学习的一切东西 在微软做项目时 他学习报考了项目管理专家的认证 这才有了后来 出去给企业讲课的机会 在给企业讲课的时候 他抓住一切空隙时间 提升自己的演讲能力 这才有机会自己创业 做咨询 琴学似春起之苗 不见其增 日有所长 辍学如磨刀之石 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 人生漫漫 唯有一直学习 保值自己 才能不被时代抛弃 有人询问过一位 著名的产品经理人 你经营过最有成就感的产品是什么 那位经理人笑了笑 指了指自己说道 我最好的产品 就是我自己的能力 一个人的价值 和他的能力成正比 前段时间 去大学教授家做客 聊到未来时 他说了一句话 很引人深思 一个人十年后的人生 并不是不能预测的 因为这和当前的状态是挂钩的 简而言之 当下决定未来 想要越活越值钱 就要从现在开始 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关键能力 和核心价值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